大家好,又是我Leo 歡迎回來誠實試車的系列 我問問大家 富豪Bovol這個品牌,大家對它的印象是怎樣的呢? 如果早幾年,大家應該都會跟我差不多 可能覺得它是老餅 阿叔才差 但是又很安全 所有的撞擊測試,拿了五星 超級多主動式安全設備 以及撞到別人都是別人的車爛 但是富豪的車永遠都不會爛 但是進入了近年電動車發展的年代 其實富豪都改變了很多的形象 自從由Pulsar II出現開始 雖然Pulsar II XC40 Recharge 以及這一部C40 Recharge 都是一個油改電的架構 但是我自己都會覺得 富豪都有心去做電動車 無論是外觀、內裝、造工、駕駛的質感上 比我的感覺都相當不錯 今天又是很感謝我們的觀眾 阿Jeff 他借了他的C40 Recharge 這部是長續航的版本 大家一起出去試一下車 聊一下他開了一個多兩個月 五千公里以來的一些駕駛感受 第一個問題我想知道 就是當初你選擇這部車之前 你有沒有想過其他車款呢? 一定有 首先Tesla 一定會想 其實你無可爭議 雖然他到處都是 他到處都是一定有原因 第二就是他始終做電車的歷史是最悠久 他的技術一定是最成熟的 你問我一定是會先考慮他 但是最後把心一環 因為就是剛才說到處都是的問題 我自己時常常都會出現一個 在停車場找車的狀態 第二就是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不想出到處 自己都喜歡一些與眾不同 想選擇一些小人駕駛的款式去駕駛 所以到最後就選擇了這個品牌 其實除了Tesla 之外 還有考慮過Polestar 因為Polestar 姐妹廠和Polestar 而且它的風格都會比較好看 但不知為何我記得我上Polestar的時候 其實裡面的內櫥應該是一樣的 但我覺得一些東西好像比較膠 感覺上好像沒有這輛車的內櫥那麼實正 不知是否因為駕駛傳統Benz、BOMA等 可能習慣了這類型的設計和味道 所以始終都覺得Volvo比較穩陣 另外寶馬也有考慮過 大致上就是這幾個品牌 韓國仔呢? 韓國仔反而沒有 因為一聽到要等很久 而且當年買Sorrento 又考慮過買Sorrento的時候走過入行 我就覺得行駕給我感覺不太好 所以後來就沒有想到 因為我很怕等東西 香港人是很怕等的 尤其你那一期是全世界都等得最深的 沒錯,每個人都說 每個人在YouTube打電車一定會說這輛要等多久 這輛要等多久 這輛要等多久 全部都是半年起跳的 沒錯 但為何會選擇C40不是XC40呢? 因為還未老了 還未老得了 始終它的Hatch 這輛叫甚麼?中文? 有些揭背式的SUV 它真的看上去的跑味比較重 你也要看回車主我們以前駕開甚麼車 我以前可能駕開M140 駕開MX5 都是喜歡駕駛感覺 或者有少許樣子的車 所以很自然選擇 就不會選擇太過傳統的SUV 這樣便會平衡一下 即是Family Usage 和自己個人駕駛時的感覺 因為我之前有和你談過電話 你都一家大小會坐的 所以我就當客演證 為何不是XC40呢? 後來看到原來你另一輛七人車 沒錯 因為我家庭有五個成員 連工人有六個 所以七人車是必須的 而且你都很清楚 七人車如果想買電車是沒有選擇的 即是XC40 也有想過 但會覺得始終沒有日本傳統七人車的感覺 那麼舒服 所以等待遲些 你未來是會想電動七人車的 會想電動七人車 我暫時自己的目標是想有輛七人車 都是電動電車的 平時日常代步用 全部都是玩電車 之後看看將來會不會有機會 賺多些錢 便可以收藏一部GT-R Nismo 哦 這樣便可以了 人生便可以完滿了 對 對 你何時買這輛車等了多久 以及當時的車價是多少錢 這輛車很快 這輛車 我其實怎樣呢 當時我和我媽媽說 我媽媽是時候買電車了 我媽媽便問為何 因為政府有免稅 他應該說明年四月 當然我心裏都知道應該不會是四月 他應該怎樣都會延續 他沒有理由走走走走走去 他的計劃 然後又突然推回人家去買 這個我可以和你對賭一下 我覺得一是很難 我也同意他未必會取消 但應該會加到很難 例如你的舊車的時間會長了 或者例如你沒有舊車買Quota 新車到新車主守之後 可能要保持半年才進駐 就已經一Quota 你說這個有道理 不過我喜歡賭 所以我和你對賭一下 好呀 做餐茶仔 做餐茶仔最完美 不過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總之就是在一個出發點 我問我媽媽說你換不換 我打算推他先換 然後我媽媽便說一起換 我便去看車 媽媽心想你推我去死 我便說可以看車 他最初當然了 因為我媽媽都駕駛了幾代Benz 他很自然就看回Benz 還有他們那個年代的人買車 他不是只看車質素好嗎 他只是看售賣士臭看他舒不舒服 沒錯 沒錯 所以當然他有個相熟銷售賣士 他便出了一部EQA EQA 其實他現在還未拿車 但是他先買 我和他同一時間買 9月的時候我下訂 然後他說最快都要半年 他那時候回答我 誰知道我去完旅行回來 大概11月中的時候 他已經跟我說年底有車拿了 我還記得我問他 你說的意思是2022年年底 2023年年底 還是農曆年的年底 年前 你明白嗎 後來他跟我說當然是農曆年前 但在我來說已經是 覺得是好起出望外 因為我沒有想過電車 其實我這個時間和定價 傳統的車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有一個下跌的 他這部車的製造年份 是停留在2022年 而不是2023年 還有價錢 我那時候聽聞是剛剛加了一次價 我那時候是剛剛不到51萬 但現在是剛剛昨天晚上 我在網站看的價錢是573,900 即是你現在是最少便宜於7萬多 即是我現在買回來 是否可以撿回3、4萬 不知道呢 你試試看 現在駕駛了多久 以及駕駛了多少公里 這裏有個Trip Computer 現在顯示我駕駛了5,445.2公里 剛剛駕駛了0.3公里 用電量算是高的 就算我完全不省腳 我也是16公里 我可以說我算大腳 我想我試過特地去挑戰最低的電容量 我最多都是試過踩15.7-15.8kW 基本上別人以為你是學神 要駕駛到這樣才有可能駕駛到15 我在西貢住 在西貢我會出彎仔 這些路程 我出道去平均都要19-20 對,19-20 那天無端端再暢上一點便是18點多 所以我想對比Tesla 尤其是它的耗電量應該算是頗高 我也看過其他評論 這輛車的用電量是相對高一點 當然它本身70多度電 其實電的尺寸不小 所以感覺上不會差太遠 但你實際上一剛電 你大概駕駛到多少 三百多 我今早可以分享給你 我今早約你之前 早上7點多 出車西貢去了數碼港 然後數碼港入機場 機場回到西貢 沒錯 大迴壞 今早我差足100%出門 我回到家那一下只有66% 你問我其實是否很差 我又不覺得是,因為我家裏自己有充電 但如果你問我家裏不能充電 確實有時會覺得可能要充得密 尤其是我的路線通常是比較遠距離 而且你偏高速公路 例如你西貢灣仔 你居然會打散東水 沒錯 那些車速對於封鎖那些 其實會耗電的確大了 沒有甚麼特別幫助 而且有時你還會駕駛快一點 駕駛快一點 其實你又看著它不是充電 因為你家裏有充電 那你是完全不會外出充電的 也會 沒有理由我去停車場 剛好它有充電位 我不停 然後還要有免費電不充電 這個不會這樣做 都會的 現在反而吃少了牛肉桿 因為以前我是一個很懶的人 我是雙王市我照停的 我便停在那裏 現在不行了 現在因為明知道我賺了牛肉桿之餘 我隨時還賺了充電 我通常就拍多了入停車場 通常西貢、馬鞍山和張坤澳 其實尤其是我 因為不是一般回早95 我充電通常都可以充電 都可以充電 張坤澳可能比較討厭 因為張坤澳那堆新樓盤 它是走那間cornerstone 全部收錢 有一次我會用它 所以我不小心上升了 我也是 然後我有三個水 我沒有理由不用 我試過用過它的正常差速 即是跟現在我們家的 如果行三上電 行22W 另外有一部是超速 那部超速都試過 但其實那部DC是30Q 我不覺得特別差得遠 但有個感覺很有趣 這個純粹個人感覺 我充電的cornerstone 電池好像比較短 你和外面的人說 廣燈的電池比較純 對 我和我老婆說 我和我老婆大家的感覺 會不會電池比較優質 然後我們心想 其實我們讀過燒的 知道是不可能的 你都是那部電站做出來 只不過是調整了cornerstone的品牌 不過我不知會不會是 它那部電池去處理電池會有些分別 但我是覺得 為何這樣說 我差到一個位置 我在那位置開車回家 它的耗電是低了 以及減慢了 這個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用 你明白嗎 你是否想收到Cornerstone廣告 我沒有 我不是Youtuber 這個可以 你回到最後 就算我是Youtuber 也收不到 你這樣說 不合理 但很奇怪 因為幾次充電後 都是覺得 為何耐用一點 我又不覺得 我的經歷就是 因為我早前分享過的QPON 告訴大家 Cornerstone 有張過年QPON 不用白不用 當然是扔它 我扔完它 我就去Cornerstone 我又去澳南那邊吃東西 我便順手使用 首先我覺得沒有分別 我回到家 耗電量是 百分之一樣跌了那麼多 其次就是 我不知道 是因為我本身未開完 帳戶的問題 總之我提供了兩張QPON 但到我真的要用充電 它要我 收到手機號碼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兩張QPON不見了 既然我都一場來到 那就不相差 反正都插了按鈕 就把插進去 另外一間我有付款的就是Shell 因為它是高速的 真高速的 很快充電 K11 尖沙咀 舊K11 剛剛改了 我不知道 我早幾天去 改了不夠一個月 因為我有貪拒 我不用找位 因為要付款的東西 香港人通常都不用 我最好的就是 一去到那裏 就放進去那裏 就付少許錢充電 我記得是坐得很快 真的坐得很快 所以我就說 以經驗來說 Cornerstone的品牌 這些私下說的東西 大家聽到沒有所謂 Cornerstone的品牌是漂亮的 但是如果說說充電的快慢 的確是Shell 暫時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速度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 Cornerstone那部機 重視它30多W 一插到車上 都完結了套曲 它一啟動 那部機能吵到一個點 聽到它要很厲害的風扇轉速去散熱 但Shell 那部沒有什麼聲音 所以我認為電車的群組都會這樣說 大家以為它是快叉 但其實它是行30W 不過我覺得我需要幫助一眾的充電商平反 你猜它有得快,不想快嗎? 沒錯 它是22kW 快快8W 但不是,就這樣說 例如你這輛車 其實你上載的AC charger 只有11kW 即是三上十六系 所以就算是給你這輛 22kW 的中叉機 其實你都會融化 那是否證明其實版本不同 因為我看外國的用戶 之前我看過幾個外國的Youtuber說這輛車 很明顯就是下一個東西 你會找到User Review 通常它有些 Review 是外國人後一月又更新一次 或三個月 我看它特地去試一部充電 150kW 個小時 有個誤會位 首先是AC和DC 其實是兩種不同充電的方式 因為你的電池本身是行DC的 所以你比AC電池 其實你的車上高是有一個操控器 不同的車的操控器 速度都不同 例如你見到一些MG 比較低之類 低價少許的車 或者早期的韓國電動車 其實它的操控器是比較差的 可能只吃到7kW 一般我們這些所謂中駕車 就可以吃到11kW 其實就是7kW 就是單上32A最多 11就是3上16A 很少很少部分 例如Taycan可以加錢 例如早期的Model S可以加錢 就是可以變成22kW 3上32A 很少會再超過22kW 但是DC的充電器是不同的 它是bypass了你的梳落火牛 直接鎖到你的車上 由它去管理你操控器 究竟你操控器是多少 所以你剛才說的 它去80kW的DC charger 那是另一個狀況 你的車日常 譬如你Home charger 或你去一般的中叉 就是11kW 明白 接著就問一些臭小子 你覺得這輛車 我之前也和你談過 你覺得這輛車真的很好 加速、穩定性、造工等 你都很滿意 但是我昨晚交下了一個功課 就是這輛車有什麼你覺得不好的地方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完美的東西 當然了 以及證明我們沒有收錢 明白 你問我 其實我都駕駛不少車 我再重新一步 一次這輛車是我近年駕駛這麼多輛車 最不滿意的一輛車 通常有很多車駕駛了一段時間 你都會覺得這輛車很旺 或者這輛車都很煩 這輛車沒有這些東西 有很多我和你分享過 就是它那些不好的位置 其實同一時間也是可能它的優點 譬如簡單如它的車駕駛 我的右邊的 panel 就是平時大家按左右鏡 攪拌玻璃的位置 它有多了一顆鍵 那個鍵是讓你控制車駕駛的 譬如作為一輛SUV 你多多少少都有Family Usage 大家都應該有經驗 開車駕駛 你是要開了後面的門 然後把一顆滴下去才能開到 這個就不需要這樣做 你就按一顆鍵就可以了 但是你按一顆鍵的時候 其實它多多少少有延遲 經常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按了抄駕駛 後面的乘客可能心急了少少 大家便拉鋸 其實到最後便很慢 甚至試過一次 它就突然間自己Fort 了 簡直說ERROR 叫我回廠 那次它叫我回廠要整理 說我的Charl Lock 出現了問題 到最後的解決問題 當然也是下車 下車後開了門 再關門 再關門 重新又lock一次門 又unlock一次門 又按一下Charl Lock 鍵 又關上Charl Lock 鍵 之後就沒有問題 就好了 我稱之為好 同一時間也是不好的東西 另外就是駕駛 後面的尾箱 因為現在很流行駕駛駛 即是你掃一掃腳它會開 你經常去停車場 最有機會就是你去停車場 你去超市場買完東西 你倆手拿著東西 你便很自然找腳掃 很多時候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它很敏感 你掃腳上去的時候 當然有東西拿著的時候 你掃它很敏感 你當然很高興 但是有問題 當你有時在車上走過 它都開的時候 你就會很問 你又要我關上車 又要我鎖車 甚至有時是 我開了車 我放東西的時候 它又很敏感的關鍵 然後它就好像想夾下來 跟你狗頭雜 那一刻 當然你推一推它 它感覺到有壓力 其實它會停在那位置 但是這個位置我稱之為好 同一時間存在的位置 第三個位置就是它車身很重 外國傳媒也有說過 它的迫力是有聲音的 如果你在車廳外面 它是會 剛才你一開車 我就問你有沒有聲音 沒錯,就是這些聲音 車機呢 現在的車全部都有上網功能 上網功能就表現了一張4G 卡 有時它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它會有網絡錯誤 網絡錯誤 它亦顯示車機是寫著LTE 但它是收不到上網的 即是你按所有的東西 它就變成下網功能 接著收不到 然後告訴你 error 譬如YouTube Music 那麼簡單 你按進去 它便告訴你 一直收不到 接著說是Library error 1月22日的農曆新年 我是大概一個星期前 去到現在的位置 其實都是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 其實這個問題 都起碼出現過四、五次 沒錯 還要有一次是整天都不成功 去到第二天 我駕駛了一半 然後停下車 再上車就突然間自己成功了 並不是我對它做任何事情去解決它 是它自己無端端變聰明了 會是這樣的 是會有這些問題的 我只能夠說它是一部不出色的手機 對,就是這樣 但你有沒有像我們IT人所說 Randolph Reboot 它是不能Reboot 因為如果Reboot 我就要下車了 因為這部車 亦都是 再說回剛才的一個問題 好像你剛才說 Tesla 下車後 之後一段時間就會自己關車 我這部車是我的屁股 一離開便馬上關車 對,這有很多人稱讚 但亦有很多人詬病 我絕對不是賺 因為我很多時候這部車不是自己的駕駛 我不是自己的駕駛的時候 我一下車 我太太和我的子女就在後面焗死了 很多時候現在要開槍 但剛才你給了一個good insight 其實下次我可以駕駛了一部車 之後我remote 開冷氣給他們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我去Cafe就叫他們自己上車等 開了他們自己上車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insight 我覺得我之後可以用 我都借了Jeff 的車出來駕駛了一段時間 所以都可以說一些我自己的駕駛感受 第一,在寧靜度方面這部車是不錯的 當然你不要跟上次試奧迪比 上次試奧迪比 令到我有點耳駛 這部車是屬於中上水平的正常 我覺得跟之前Sekia EV6很類似 一定有外面的聲音 風聲和摩打聲音都會有 但跟我自己的Model 3比 最大的分別是來自於路噪或是軚噪的聲音 這部車是隔音隔得不錯的 要讚 另外就是駕駛的感覺 第一,這部車的加速度是厲害的 零八加速4.7秒 也有推背感是強的 而它高速過彎、劈彎的時候 那個信心給我的信心都很大 然後過一些減速速度的時候 都相對舒適 不過換來的就是 Body Roll也有少許嚴重 你說是否很厲害 不是 但是我覺得可以改善 不過我覺得又這樣 沒有東西是100% 所有東西都很好 我覺得如果以這個平衡來說 我可以接受 因為如果大家日常當是家庭車舒適駕駛的話 其實我剛才所說的Body Roll 其實一點都不嚴重 但是因為這部車實在的信心是大 所以我真的有少許情不自禁 真的劈幾個彎試一下 就會覺得有點懶 這部車我要套租的位置 有一個最大最大的地方 就是它的腳劈電尾門 其實剛才車主的Jeff都有跟我說過 他自己也有些抱怨 但是我親身體驗了 你想想我借了他的車多久 我跟他一起出去兜了轉 我想一個小時左右 我自己玩了兩個多小時 好嗎 我已經試了四次被腳劈電尾音了 包括我就這樣走過車尾 它的電尾就這樣開了兩次 到我真的想過去拍一些腳劈電尾門的影片 我完全都開不了 我是有點困難的 我會心想 算了 你不如不要讓腳劈我吧 你讓我按鍵吧 另外一個我想套租的地方 就是這部車的後方視野是真的差的 包括這個中鏡 這個中鏡如果你望向後面 而你後座中間那張椅 那個頭枕 是稍為有調高了一點 不一定要升到最高 調高了一點也好 其實你的視野會受阻得很厲害 如果你調低了 我當我現在拿到最清晰的角度 其實都是勉強看到後面有車還是沒有車 其實可視範圍很小 另外就是它的後拍鏡頭 它有兩個後拍鏡頭模式 一個是360 另一個是普通的後拍鏡 360雖然我未看得慣 但如果你真的駕駛這部車的話 其實我都會建議你用360 因為它的感應都頗準確 但如果你只是用它的後拍鏡頭的話 它的後拍鏡頭的可視角度又是很窄 窄到比它的快車牌小 還有它旁邊有兩塊尾門的東西 擋住你 是不太能看見的 還有這部車的 這個regen的模式只有兩個 就是one pedal drive和沒有one pedal drive 這裡值得留意的就是 其實我很少會推介大家去開one pedal drive 因為始終大家是電動車身手的話 one pedal drive很容易 一個不小心就一腳踏下去對穿牆 另外其實很多one pedal drive 都老實說做得一般 但是這部車我是少數會建議大家開one pedal drive 原因是如果你off了one pedal drive之後 其實它跟上次試 Audi的regen的mechanism 是一樣的 它就是在你放開電門的時候 其實它是不會做regen的 你的車就會保持路向前 但是如果你是由電油車轉成駕駛這部車的話 你會覺得為何我放了電門之後 這部車完全絲毫都沒有減速 甚至乎有少許加速著它 因為它沒有給你那個gear的減速 所以是有點不習慣到你覺得自己越駕越快 而它這部車的one pedal drive的模式 又的確做得不錯 所以這部車我是少數建議 大家會開one pedal drive 然後我都試了它那個自動的跟車模式 其實我現在是跟車模式 它懂得跟車的速度和距離感 其實都相當不錯 坐得舒服的 所以基本上你都可以只是看著路 不需要太理會那個加減速 亦都不太需要主動去介入 我覺得這個做得不錯 另外就是一些比較細微細眼的位置 有讚有騰 第一樣東西要讚的 就是它中間手枕這個位置 其實是有一個小垃圾桶的 那個小垃圾桶是有蓋之餘 還可以你扔完垃圾內 整個小垃圾桶抽出來去倒垃圾 這個讚 接著後座有冷氣的出風口 亦都有12VOOC的電眼器充電 前座亦都有兩個USB 亦都有無線充電板 充電的位置都多 可惜就是尾蓋後面 即是儲物空間入面 就沒有電眼器的插頭 後座的舒適度 我覺得很麻煩 第一就是椅背很直 腿部空間不是很足夠 當然它最大的問題就是 中間的Transmission Tunnel 用來擺放電池 但是我剛才撈進去的時候 的確是有點辛苦 因為真的高 然後因為它的尾部壓低了下來 所以首先就是車窗感覺有點細 另外就是頭頂的空間不是很高 重新我是175cm 然後基本上我坐進去 已經頭髮碰到天花板 另外就是它後座的位置 其實它都凸得比較出 所以我的頭髮稍微斜一點 已經捱了下去了 壓迫感是有的 所以不算是一個 後座很friendly的車 但是如果你相比起 Tesla Model 3 Model Y的話 後座的乘坐質感應該會好些 起碼沒有那麼多 不過空間感就相對壓抑很多 然後我想特別講一下 它這個Google的車機系統 我覺得有點半能坑 它有好處的 絕對有好處 它的雜誠度很高 你的語音指令 因為Google的關係 它認得很準 其實比之前我試Postar的時候 已經有很大的進步 包括它已經有繁體中文的介面 但是我覺得 你做了一套這樣的車機系統 又有個Google Play Store 但是你的Play Store裡面 那些APP 基本上是完全用不到 所以其實同一套封閉式的車機是很相似的 我希望是因為暫時只有Volvo是用這套車機 外面的建築者不是很多 唯一有用的就是PlugShare 但是我又不會用PlugShare 我用Uboy 所以暫時對於我來說 沒有什麼大的用途 希望接下來會有改善 最後回到來 差不多要還車給Jeff 再一次多謝它借出Volvo C40 Recharge 給我去試車給大家看 這套是一套很驚訝的車 老實說我沒有想過會這麼劈的 所以OK 真的頗不錯 但是有些細微細眼的位置 有些歪頭 最主要是腳踢電尾門 我真的被它差點打了幾次 希望它這些小小的各樣的古靈精怪的小問題 可以透過未來的Software Update可以解決 最後提一提大家 EVboy的網站上 其實是有電動車的保險 以及電動車的上匯offer的 兩個都可以直接在EVboy的網站看到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自己自行斟酌參考 好,今天的城實試車就差不多了 希望我再在此呼籲 希望大家可以借車給我試 就這樣,拜拜 拜拜 還有一件不好的想說 就是到車的時候 它會像小汽車一樣 有啵啵聲 有些車本身是有這個功能 但是它的啵啵聲 基本上小得好像 那些蚊子一樣 即是你不如不要弄 那個聲音 很不合理 我可以現在倒一次給你看 好的 有聲音嗎 總之你完全聽到 沒有啊 你明白我為什麼說蚊子嗎 就是蚊子有時候 你聽到和聽不到之間 它就是正確給你這個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剛才我想了很久 終於突然間記得的東西 這個就會是我們的花絮 好想說蚊子